好,那現在呢,我們就跟上次一樣喔,是利用三方通話的方式打出去喔 我是在台灣也是買超商SkyB的點數,然後打加6億三方通話喔 那就播給各位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Gin喔,很開心又回到空中的現場喔,在澳洲打工度假這邊喔 那其實今天做這個影集呢,我們就要在一開頭跟大家講說 那在這次呢,我有打去三方通話問移民局關於這個財力證明相關問題的時候 那這次遇到的是,他對方是說,我資料呢一樣也是供在網站上面喔 但是今天的對話內容可能沒有辦法,直接我用錄音的方式呈現到給所有的打工的朋友們喔 好,那我們先回答剛剛整理的第一題的部分喔 第一題大家的問說,去澳洲呢,那自從2019年4月份改版之後呢,要不要附上財力證明 那在上一集的影片當中呢,那個Office是同意我把對話完整的放上去 他確實是需要財力證明的,那接著我在今天的電話當中呢,我就直接問他第二件事情 那什麼樣的情況,有需要強制規定到要附上三個月內的一個銀行交易紀錄嗎? 那Office這邊他回答我的是說,他們沒有說一定要附上三個月以內的交易紀錄 那第三個問題呢,我就直接問他,我重新在一些的對話當中,社團裡面常看到說 有人說我可能有什麼保險的保單啊,存了什麼美元之類的 我可以把它提列出來,然後把它算是印成英文的美元的方式 那可不可以把它轉成澳幣,那一樣當成材料的方式附加上去喔 那其實對話當中,三方通話翻譯的小姐她也是真的很努力的把這個句翻給那個澳洲政府官員聽喔 那她這邊給我的答案是告訴我說,她通常呢,就是他們會進行個人的審視喔 她不能說這一次會過或不會過,當然然而最有強力有用的一個證明 如果你在台灣的話,就是去申請你銀行的,英文版的財力證明上面的幣值是屬於澳幣 至於你把這些材料送出去,她要不讓你通過這件事情 那是由那個審核官他進行去做解釋 他認不認可這份材料,有的時候也許可以有時候不行 所以才造成,我們在上個月我常看到社團裡面常說 欸,我的可以這樣做,可是有的人說又不行 就會造成這種模糊的地帶喔 所以我今天就問他這樣的事情 是在於移民官,他移民局的審核官員他自己認定到底行不行 就是依照他們為準的,所以他們有一定的準則 那接下來我就問他說,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被要求進行補上三個月以內的所有銀行的交易財力證明的紀錄喔 那我這邊問他了,他告訴我說 這個抽查的機率呢,或是抽查標準沒有一定喔 然而審查你C7工作簽證,不管是一千或二千的時候 當他覺得你有必要加強你的evident 就是補足你的證據或是補充你的文件的時候 他會寄信給你告訴他認為這個交易上面或是你的鎖上面哪邊有問題 他需要你進一步的說明的時候 那你就要依照他的指示補上更詳細的所有交易紀錄證明喔 那我們在影片的最後呢,我們就是再一次的總結喔 那配合上一次的影片我所得到的資訊喔 第一個,最強而有力的就是你台灣自己的銀行本身裡面呢 你把它去存好之後呢,把錢存進來 然後你等待24小時的時間 然後呢,你去申請英文版的澳幣財力證明 把它列印出來之後呢,用你的手機iPhone把它拍照完之後把它存成檔案 這樣他就是強而有力的一個證明喔 那另外我也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常問我說,喔,我可能現在要出去了 那可能裡面的錢不到11萬台幣 那沒辦法抓換成5000元澳幣,這時候怎麼辦 那我也就是分享一個方法給大家喔 但是請大家把這個方法呢,用在正面的用途上面喔 我們已經知道澳洲政府呢,需要我們的財力證明的總額 今天的總額不要求過往基礎指向 只要總額能夠顯示出5000澳幣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就是在,比如說星期一呢,跟家人朋友借完 就是大概11、12萬台幣之後 我們只要存進A銀行之後呢 我們等24小時之後呢 我們星期二呢,早上呢,再去A的銀行 去申請澳,英文版的澳幣財力證明 然後當下呢,再把錢轉出去還給對方 那我們當下就拿到那樣銀行的總額的財力證明 這樣子就會短暫的製造出 你已經有5000澳幣的一個財力證明的一個材料 我知道今天這個影片可能會具有非常爭議性喔 因為我有想到說,在你帶沒有非常足夠多的現金之下 你去了澳洲,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挑戰啊 或是經驗之類的,我完全無法預測 這個5000元是能夠希望是你帶了現金過去 不管是最後有沒有到了你想要的方向去 至少你還有能力可以回來台灣喔 所以我提供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思考說,這個影片我還是希望 這個財力證明的5000元喔 的方法,用在對的地方 正確的地方喔 我是Gin,謝謝你今天的收看喔 那下次與空中跟大家再相見囉 那對於這影片當中任何問題 有歡迎寫信的方式喔 那請你務必在你的信裡面留下 就是可以打網路電話回信的方式喔 因為現在就是製作影片 眼睛越來越不好了 就大家的問題超長的 如果每個都要一直打字 就會一直打重複 所以我現在都是 因為在機場上班嘛 所以我唯一的時間都是只有早上的 九點十點鐘等我睡醒之後 然後到下午一點鐘之前 我會利用短暫的時間 就是有網友 我就是親自撥個不然是Facetime啊 還是Message或是Skype的方式 任何或是WhatsApp都是 網路電話都不用錢嘛 我們就撥過去 跟小聊一下是沒有關係喔 但是最後今天所有影片的 的資訊來源喔 請大家去上 Immigration Home Affair 的關於C7工作簽證裡面 都有詳盡的英文法條喔 那關於大家說英文看不懂的事情 請你直接按右鍵 Google是內建翻譯 你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喔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記得幫我分享按個讚 再見囉 拜拜